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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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每个人都能打到一副号牌 敢于出手 才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欧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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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一副号牌 要敢赌才能赢啊 想体会欧盛的胜利四位吗 想知道沃隆王下了赌桌 还是赚的秘诀吗 答案就是齐全 5000名会员口碑响应 中文投资网最新推出齐全101 想投入比股票少的本金 赚的比股票多 您要知道技巧 懂得控制风险 把交易G 新锐美女分析师Kingsley 股市K线小王子Brand 10月3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 天天石盘交易给你看 立即拨打1800958-8561 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 今天由我来给大家做收盘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三大指数的话 早盘开盘之后震荡下行 但是在后半程 后半程连续性向上推高 纳斯达克由于晶片股的走高 那么这个纳斯达克指数 呃 涨的相对来说呢 是最多的啊 标普呢 其次啊 道琼斯呢 呃 由于前面的这个 呃 调整幅度呢 空间有限 所以道琼斯的话呢 呃 上涨的比较微弱啊 比较微弱 这是总体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原油黄金啊 还都是下跌的盘后的黄金呢 可能涨到了171左右啊 他基本上就在1170这个附近 横盘啊 横盘等待的一些消息面的呃 一些这个刺激吧 啊 然后再选择方向 但是呢 从大图形上看呢 呃 这个 下跌的空间啊 和下跌的趋势啊 还没有改变 呃 指数的话呢 我更偏向于啊 在一个高位横盘的一个过程啊 高位横盘的一个过程 因为上涨的话呢 可能力量啊 可能会相对有限一些啊 这是关于指数和这个 呃 黄金和原油啊 那另外呢 呃 我在昨天啊 咱们看我们中投资网的版面啊 昨天呢 我有一篇文章啊 就是说标题呢 很简单明了啊 我习惯于有话直说啊 那么你们要的牛股来了啊 那么我们点开之后呢 就把我昨天啊 曾经开仓的一个股票 AMD啊 这只股票 为什么开仓周线月线的图形理由啊 都给大家呢 写的非常的清楚啊 非常的清楚 那么今天的话呢 嗯 很很凑巧啊 瞎蒙的啊 瞎蒙的 咱别说啊 这个呃 什么料事如神呢 这些那些的啊 呃 没有必要把自己说的 那么嗯 只是说多年的这个经验吧 啊 那么AMD的话呢 今天涨了8%啊 啊 8%左右啊 AMD我们看一下啊 好的这是今天的AMD图形啊 啊 涨了8%啊 那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他以前的涨幅和习惯啊 呃 不会啊 一次性就结束掉啊 应该呢 呃 有一个相对的可持续性啊 另外呢 从这只股票的周线和月线图上来看的话呢 呃 有可能是将来的一个大牛股啊 我们中文投资网的朋友特别喜欢这种啊 类似于这种呃 波段性的牛股啊 那么他有可能是下一只啊 大家的话呢 嗯 还是逢低啊 然后呃 关注这只股票 那么昨天我开了一仓啊 868啊 今天呢 又加了一仓呃 949啊 呃 那么开了两仓啊 开了两仓 呃后续的还有没有加仓 呃我呢 基本上不会在高位加仓啊 呃中间的话 也许要有day trade的机会 也许会做一下 好吧 所以呢 呃有 愿意在股票上赚钱的 或者说作为一个呃 娱乐也好体验也好啊 那么关注我们的中文投资网 然后关注我们这个VIP的这个服务啊 我们基本上就是只要开盘的时间啊 股票市场不关门 我们呢就会有一个在线的直播 啊 另外呢我们也有一些跟不同投资者呃 要求不一样的啊 比如说呢 期权呢 呃 option呢 啊 然后呢也有波段性的呃 产品啊 呃 所以大家呢喜欢的话呢 呃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 或者加我们的官方微信啊 呃 amd这种股票 我觉得啊持续性啊 应该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啊 应该能够维持一段时间啊 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周线啊 周线 嗯 周线长期的啊 我们看一下 啊 呃希望大家关注我们中文投资网吧 好吧 那咱们今天的美股收盘呢 就到这里啊 咱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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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们下期再见